好 我要看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部分 就是生字表四 这个单词是 第一个单词是 カンヌエガサイ 就是 嘎那电影节 エガサイ 我们说之前我们学过 文化祭对不对 大学祭 这个是电影节的意思 这也是非常有名 专门我们是了解一下就行了 接下来是 这个单词是中途退学 它其实就是 中途退学的略高省略说法 它有这个名词词形 也有动词词形 比如说大学 去大学中途退学了 以及高校去大学 在高中就中退了 好 往下来 接下来是 または这个单词是 或者 它是我们刚才在 课文当中介绍的 在生字表三介绍 あるいは的一个正式说法 我们来看看 例句 試験の時には ペンまたはボールペンを 使って書いてください 考试的时候 可以使用钢笔 或者是圆珠笔来写 在这里大家会发现 它是接在两个名词之间 好 再往下来 看它可以接在 例句之间 江平が新人の選手に 負けてしまった 就是这个冠军 输给了新人的选手 体の調子が悪かったのだろうか 新人の実力が 上だったのか またはわざと負けたのだろうか 所以我们看一下 它到底是什么 是因为它现在 这个身体状况不好呢 还是因为这个新人的实力 可能更强 或者是它是 故意说输的呢 这个它是接在 两个句子之间 我们分别举了 这两个例子 而下一点字 もしくは 还是或者的意思 它也是 正式的一个表达形式 意思都是一样 あるいはまたは 和もしくは 一定要注意这三个字 明天将会下雨 或者下雪吧 好 最后来下一单词是 もしも 这个单词是 或者如果假如 它其实就是 我们曾经在初期26号 学过那个单词 もし的强调形式 我们一起来看看例句 もしもあなたと 出会わなかったら いいかもしれません 那么在这里 是跟假设的 たら相互用 如果说 没有跟你相遇的话 也许会怎么样 好一些 也许会更好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下一单词是 マンガイチ 这单词是 副词翻译 其实它跟我们 生词表3所学过的 マンイチ 是同样的含义 只是这个体现形式 不一样而已 所以它也具备 这个マンイチ 所具备的 所有的这个用法 比如说它可以跟 ば 可以跟nala 可以跟tala 也可以跟temo 像呼应 当然也可以加nola 修饰名词 首先看第一个例句 说这个火 你一定要关好 万一要是发生个火灾 什么呢 那可真是高烧了 好 接下来再看一下 マンガイチのことがあるから 必ずシュートベルド 閉めてください 就是说因为 可能会发生 万一会发生危险 所以请你一定要 系好安全带 好 接下来是一个 重点的动词 是ソナエル 它是个他动词 这个单词是 准备和防备的意思 其实这是它的 第一种含义 确实是最重要 当然在考试当中 不仅会考察这个词点 不仅会考察这个含义 也会考察其他的含义 那么我们一个个来说 那么第一个就是 准备防备 為了这个 以被发生地震 提前买好水 好 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个含义呢 其实在10年7月份的 N2考试当中出现过 但是当时考的时候 并不是考它的含义 其实考的是它的读音 我们大家看一下 用的是这个含义 大家看一下 这个钱呢 其实是为了什么 以被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怎么样 我们把它留下来吧 不要用了 好 读音大家知道 应该是 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许过当中 含义是整 那么就是完备的意思 是续集的续 而可可可爱的 我们说它有双手抱 也有单幅的意思 在前面 我们已经重点介绍过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它的第二种含义是 设置装置和备置的意思 好 最近の携带电话は多くの機能を備えている 也就是最近的手机怎么样 是具备很多的这种功能的 好 接下来是 第三个是 含义是具备和具有 也是这个单词所具备的意思 我们来看例句是 就在你就职之前 你要具备一些什么 最基本的知识 好 这就是 大家也知道它还有有什么 那也有单语汉字 如果写成是 共的话 其实共奉的意思 也是一个他动词 接下来下一人字是 求做 是处藏 这也是个他动词 有名词词形的意思 求定是处 我们不是第一次学过 在初句下词 第34课 我们学过求金 就是存钱的意思 那个时候 这个字也是对应的是什么 对应的是 求 藏定是做 一定要注意 藏的写法跟汉语不一样 我们学过 就是冰箱 求定是处藏的样子 冷凍处藏的意思 名词跟他动词之性 接下来我要看 特定是得分 他也是有名词之性 动词之性 在中级上词第6课 学习过是 担心在意 就是非常担心 考试的得分 那么大量特定是大量得分 好 再往后来 下一单词是有力 这个单词大家注意 它是个形二的词形 它是有力 有实力 这个是可以的 而且这个单词 很多时候也会用 后面这个含义 就是我给大家 在这里写出来 就是可能性大的意思 就是这种时候 它也可以翻译成 有力有实力 有力 就是这个手说的 手探索 手探索是线索 就是非常怎么样 有力的这样的一个线索 好 再往下来 这里边大家看一下 说日本人的祖先是从大陆 然后怎么样 来到日本的这个说法怎么样 是可能是非常有利的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可能性大 因为它可以用来形容 説这样学说这样 论说这样的表达形式 好 再往下来是 候補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有名词之性 候補它其实也可以是 这个候補的意思 他是怎么样 下一任社长非常有利的 有势力的这样一个候选人 其实在这里这个有利 我们大家也可以理解为 可能性非常大的一个候选人 候補是候補 对于是候 往下来是落选する 这个单词是落选的意思 我们都学过了 好 看个简单的例句 三票之差而落选了 它是指仅仅的意思 接下来这个单词是 グループ 是集体康复之家 作为外来语单词 在这里我依旧重点强调了 但这个集体康复之家 具体指什么 它是指有残疾的人的 为了独自在地区社会生活的 它那么那种共同的生活 好 稍微有一点照 了解一下就行了 接下来是キュオド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是共同 它有名字词性 也有动词词性 就是共同去经营这份事业 而它也有名字词性 就是共同使用一本词典 好 这个词也是非常工整的音读 所以说也简单介绍到这就结束了 接下来是イカス 是一个动点的他动词 它是发挥有效利用的意思 那么在这里大家注意 这个声对应的是什么 这个イ跟イキリュ这个词 它是配对出现的 好 其实我们说声在日语当中 特别复杂 还有一百多种读音 我们现在可能已经 这个学过了很多种 大家也可以自己在底下总结一下 时间关于在这里不说了 简单看一下 什么叫发挥有效利用呢 旅を続いていろいろな経験をしそれを これからの仕事に行かしたい 说这个通过这个旅行啊 想经历 通过旅行啊 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 那么想把这些怎么样 活用到什么 今后的生活等工作当中 那么大家看一下 何何をどこどこに行かす 就是把什么什么活用到哪里 把这些呀都能够活用到今后的工作当中 行かす啊 好 接下来是趋勇军 这个单词是中旬啊 这个在听力当中会经常出现啊 一会我们还会学什么上旬和下旬 怎么说 那么简单看一个例句啊 其实也是复习一下以前的知识点 日本には春夏秋冬の季節の他に毎年6月の中旬から7月の中旬にかけて雨がちの天気が続く季節がある 好 首先大家看一下在这里是什么 就是说日本呢 除了有春夏秋冬这四个季節之外呢 每年还会有从6月中旬到7月中旬からにかけて 我们在第23个学习过 其实是什么 从哪到哪的意思 にかけ这个词是接在少量的少数的名字跟 どんつまさじの後面24个学习 往往容易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啊 那么就是容易下雨的天气持续 下雨的天气啊 会有这样的一个季节 这大家都能理解是不是 好 再往下来呢 下一段词就是关于げちん 这段词是下旬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要给大家简单做一个总结 上旬是对象 じょう君或者是小君 下旬是げ君 那么中旬是きゅう君 大家在听力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啊 在一些日期体当中 它经常会出现这几个单词 好 作为听力的重点 大家要听到的时候 瞬间要反映出来 接下来是けじ番 这个单词是指不告法 公式栏 告式栏 公告栏的 它现在有两种情况啊 一种是我们最原始的 大学このキャンパスのけじ番ともえて 就在大学的校园里的这个 公告栏的前面 大家其实在大学上学的时候啊 有很多事情 大学里并不是说 一一会打电话 或者发邀件通知你 而是需要你自己到公告栏 去确认日本的大学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那么它也可以指什么啊 就是现在有电子版的 当然这个电子 现在是可以加也可以不加的 電子けじ番に投稿する 就是在这个电子的 这个公告栏 告示栏当中投稿啊 好 接下来是 待合せ这个单词 是指等候约会和碰投 其实它来自于什么 待合せ的这个动词 我们说互相等啊 这个词我们在之前学过 为什么是互相等啊 因为会和就是 你先到了 你等我 我先到了 我等你啊 新宿駅のように 大勢集まるところで 待合せをすると 会えないことがある 那么再像新宿这车站这样的 有很多人都会聚集的 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么会和会面的话 待合せをする 那么有时候会怎么样 见不到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结束了啊 接下来是下一个单词 就是ki haku是西薄 大家一定要注意 西钉是ki 那么它跟哈语的西是不一样的 就是希望的西在这里采用的 而薄钉是hak ki haku na ku ki 就是非常虚薄的空气 尤其是到了这个高原地区 山上 ki haku na sei 就是非常这个 诚意不足的意思啊 虚薄的诚意就是诚意不足 接下来是 困难する是这混乱 这两词是个自动词 ke se o kon nan sa se lo 就是要形式混乱的意思 在这里为什么形式 后面用o啊 我们在初期43课学过 是不是要动词始于形式 动作实际发出者 前代注词用的是o 好 再往下来是kon nan o mane ku 在这里用它的名词形式 虽然书上没有提及啊 就是引发了混乱 mane ku 有招致引发的意思啊 好 接下来是kata zu ke 这个单词是指收拾和整理 它也来自于初级16个 所学过的那个动词 kata zu ke ru 的名词形式 那么在之前 我们也学过ato kata zu ke 是不是啊 就是上后的意思 在这里就是单词 是它的一个名词 susio so kuchino kata zu ke o ne kai shimasu 拜托你怎么样 这个收拾一下 整理一下这个吃完饭啊 做一个饭 吃饭的整理收拾 好 再往下来是 naninani shio 是一个结尾词 是什么什么证 这个用法在哈语当中 也出现过 所以说它这些词呢 都让我们大家会感觉很熟悉 men go shio 大家知道是指驾照 就是驾驶这个 资格这个本啊 kaku se shio 学生证 开音证 会员证 教科小许可证 mikun shio 就是身份证 对吧 tou lo kou shio 是登陆证 那么在 大家在日本都有 外国人登陆证 kaku se shio mikun shio 简称 tou lo kou shio 好 再看例句 映画を見るとき 学生書を見せれば 割引してもらえる 在看例里面的时候 如果你要出 只要你能够出学生证呢 对方就能够怎么样 给你打折 割引してもらえる 好 最后一个例句 スポーツクラブの 会员证を なくしたので sai hako shi demorata 因为我把这个 体育俱乐部的 这个会员证 怎么样 弄丢了 所以请他怎么样 再给我办理一个 sai hako shi demorata 好 到这为止呢 生死表4 就介绍完毕了 大家可能会发现 28课可能在我们 最近的这个内容 可能算是 最少这个语发点 从语发点的量来说 单词也是 量是一般的 所以大家呢 利用这个 我们也带着 大家复习过 关于英国关系 句型的总结 不知道你是否 还记得 这一串 我们集中来记呢 可能是 更好理解一些 那么到后面 我们还会有 其他内容的总结 那么到这为止 28课就结束了 みなさんおつかれさまでした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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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